大家好,我是Fanny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故事书 叫大猩猩画鼻屎 那我们现在开始啦 大猩猩画鼻屎 有一天,大猩猩在森林里 她的朋友就问大猩猩 喂,你在做什么? 大猩猩猩猩猩 我在做什么? 你看完还不知我在做什么? 她就说,我就是在撩鼻屎 因为鼻屎塞得满满 所以连我最喜欢玩的当仙猩都觉得不好玩 一天大猩猩又去了钓鱼 突然,后面出现了一只恶猩猩 在大猩猩那里 進了城市 但是他還是不理在那裡說 秘屍啊秘屍 煩死人的秘屍 咦?不過 這裡是哪裡來的? 接著他一邊撩秘屍 然後在那裡說 敗了秘屍 越來越生 但是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要找個網隙著我? 這條街 不會連撩秘屍都會被人抓 這樣的話 真的熱格了一點點 接著 大猩猩又走了 這個市鎮的正中央 在吊仗旁邊 接著所有人在看吊仗的遊客 都在看著大猩猩在撩秘屍 接著有個遊客就問 喂!你現在最想什麼啊? 做什麼啊? 大猩猩聽完就說 你問我最想做什麼? 喂!小朋友 一個鼻塞這麼嚴重的大猩猩 還想做什麼啊? 鼻屍!我常常都想撩鼻屍! 接著他又繼續說 哼!我做屁要撩 拍攝也要撩 拍攝也要撩 拍照也要撩 拍照也要撩 接著他出了名 他穿著一件很緊的襯衣 所以他就說 唉!要撩那麼緊 不方便撩鼻屍啊 然後他開始有名 撩了錢 他有名字 餐低就說 唉!有了名 又賺得多錢 但是有什麼勇啊? 鼻屍越來越多 還要越來越幼 什麼?你羨慕我? 你是不是惹著我這個鼻塞的大猩猩套啊? 我才羨慕你這個 這麼嚴重的鼻孔啊 有一次大猩猩她逛街 接著有隻猩猩女就出來了 她就說 唉呀!大猩猩 你撩鼻屍的樣子 好迷人啊 大猩猩聽完呢 她就說 天啊!她竟然說 我撩鼻屍的樣子 好迷人啊 唉! 接著 她跟那個猩猩女結了婚 然後在婚禮那個獅子就說 新郎 你會不會一生一世愛著那個新娘 好像鼻屍一樣 接著她說到這裡 停下了 糟了! 因為大猩猩她在我前面撩鼻屍 搞到我說錯話了 都是鼻屍害的 接著 大猩猩和 猩猩女結了婚了 還有弟弟 接著有一天她吃東西的時候 大猩猩媽媽就大喊了 唉! 你們啊! 在橙桌前面撩鼻屍 我實在引救你們了 接著 因為大猩猩 兩父子被媽媽這樣捱完 就出去了 大猩猩就說 唉!如果可以把鼻屍撩出來 你說會有多幸福啊 大猩猩的兒子都說 對啊! 天啊!被屍的兒子 然後呢 大猩猩的兒子馬上說 爸爸,我有一個好辦法 然後她便說 烏� situação 幫爸爸來吧 救你 救你 滑 接著大聲聲,爸爸立刻說,兒子呀,多謝你,烏鷹的地,多謝你,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你們對我做過好事的。 沒有鼻子的世界,真是好美好。哎呀,我很開心,但是為什麼會流眼淚呢?突然,她那隻又說,什麼呀?又到耳朵了? 大聲聲,竟然今次又在我撩耳屎了。最後,都是好像鼻子一樣,一直撩,一直撩。 今天這本故事就說完了,你們喜歡按LIKE呀,記得按這個按鈕,訂閱我的頻道,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拜拜!